因为爱情在浪漫之都巴黎即便是最困苦的日子 徐卫红和蒋迪维都没闹过什么矛盾 可是危机总在暗处发生 一个男人的出现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第一次危机 徐先生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听狗会 都是刘伟一些学生 徐先生为老二 张道帆先生为老二 因为听狗会只有我们的女性 大家都戏称我为压债夫人 给徐蒋二人的婚姻带来危机的 就是这个叫张道帆的男人 和徐卑红一样 张道帆也是一个学习绘画的学生 当时徐卑红已经小有名气 张道帆慕名前来拜访 就是在徐卑红家中 张道帆第一次见到了蒋碧尾 1926年的时候呢 张道帆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 大致是向我表白 我没有正面回应他 毕竟那个时候 我已经习惯了徐先生 我只是说 希望他与另外一位女子为伴 这次表白未果之后 张道帆真的像蒋碧尾所建议的那样 找了一个法国女子为妻 而此时蒋碧尾也怀孕了 满心都在丈夫和孩子身上 1927年10月 在欧洲求学八年之后 徐卑红带着蒋碧尾回到了祖国 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道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